近日 民间盛传的蛇刀人在线江湖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蛇刀人说出了影响全国人命运的终极预言 令人震惊 在一位网友发布的一段影片中 一位南方人叙述了与蛇刀人的对话 这位南方人介绍 蛇刀人是一个传统而又神秘的职业 虽然现代人对蛇刀人脚感陌生 但老一辈人多少都知晓世间确实存在着这么一帮人 蛇刀人走村串户 带着菜刀 同时带着预言 虽说是卖刀 却不收钱 只待预言实现后再来跟民众收刀钱 因为这些蛇刀人的预言准确率极高 当时听起来 匪夷所思的预言大多数都变成了现实 因此 他们的言行后来都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据说 蛇刀人最早是出现在宋朝时期 当时的蛇刀人被称为是补卖 由补卦算命预知未来的能力 之后 蛇刀人的记载出现在清朝的书籍中 根据光绪年间的申报记载 先锋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成功预言小卖价格 将从80文降到18文的蛇刀人 直到今天 不断有人运用蛇刀人预言来分析国家运势 有人解释 所谓刀者 谐音 道也 因此 声称他们是道家人士 据说是鬼谷子的后人 以蛇刀的名义来占卜生死 预测兴亡 在事情发生之前 先警示示人 每逢天下有大事发生时 神秘蛇刀人就会重现江湖 较以往不同的是 近年来民间所出现的蛇刀人给出的预言 时间都很短 几乎都只是讲述 关于下一年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或者是灾难 打破了以往蛇刀人 趁雨跨度短则数年 长则十几年的惯例 2019年2月 一位蛇刀人出现在湖北省黄岗地区 大别山脚下的一个村落里 他说 等到这个地方 家家户户都在家中坐牢服刑 有门不能出 有路不让走的时候 他再来收闲 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 一年多之后 大家才明白过来 到了2020年疫情大爆发 1月份武汉封城 紧接着中国各地各省也都纷纷封省封城封村 2021年7月 网络又传出湖南省有一位男子 在路上遇到了蛇刀人 对方告诉他 2022年8月 天会降大雪 到时再来收钱 不下雪不收钱 至于10月份时 则会有大事发生 如果这次 2022年3月再次神秘现身的蛇刀人的预言成真 那么 将预示着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称语中的红船城指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 为了躲避抓捕 1921年 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举行 因此 嘉兴南湖上的那条船被中共誉为是南湖红船 2017年2月31日 19大闭幕仅一周 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去了嘉兴 朝败马克思 瞻仰南湖红船 他还强调 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 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因此 蛇刀人趁雨中的红船城 应该指的是中共这条大船沉没 意味着中共垮台 这次蛇刀人提及的好人含冤得雪 可能是指过去或现在正在遭到中共当局迫害的民众 特别是指当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两件重要事件 第一就是指1989年的六四事件 当时北京出现了大量市民失去了生命 另一起就是指自1999年开始 江泽民利用中共在全国境内针对以真、善、忍为信仰的法轮功修炼者 进行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 中共政权统治中国长达70多年 给中国甚至是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 坏人应该就是指对人民犯罪的人 有血债的人 目前已经有将近4亿人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 也希望能有更多民众能够选择光明的未来 所以大线真的是将至了吗? 蛇刀人所说的能不能实现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